日本经典漫画七龙珠 风靡全球多年 如今霹雳金爆出现 以七龙珠为主题的 巨型彩色壁画 是的 这幅壁画 是由六名拉曼大学毕业生 打造高四层楼 民众除了可以现场观赏壁画 也可以透过扩增实境技术的功能 并以手机应用程式扫描二维码 和虚拟的主角人物悟空拍照打卡 在面子书里面 你在对着某一个特定的地点 你将会看到一个坐在 金斗云上的小悟空 然后你可以跟他合照 所以未来我们将会 假如受欢迎的话 我们会做更多这种 扩增实境 在金宝的每个不同的地点来做 给人家可以拍照打卡 把金宝打造成一个 虚拟动漫城市 它是细节多 然后在准备的时候是比较吃时间 过后也是慢慢去调 怎样去弄让它更显眼 行动党金宝国会议员张哲敏 今天主持推荐理事说 这幅面积达150平方米的壁画 是全国第一幅以七龙珠为主题的壁画作品 结合景点和漫画两大元素 张哲敏表明 如果大受欢迎的话 金宝将增设更多 扩增实境景点 将当地打造成虚拟动漫城 壁画团队成员甘炳汉则指出 这幅耗时半个月打造的作品 富有十个七龙珠漫画角色 除了为金宝增添新的风景 也是向去世的创作者 鸟山明致敬 这边是金宝的心意 散物 这边是金宝 散物 这边是金宝 散物 是金宝